字幕提供 連續跌足兩年 人氣美股升足三年 我們跌足兩年 而且區內來說 香港是最醜樣的 連中國會心300 都有一個大概5%回報 其實現在很多人問你 Q1第一季可以喘定沒有 你會怎樣回答 如果你是Q1 在現在這一刻 你問我還沒得 簡單來說 港股本身也有懷疑外患的問題 稍後再詳細說 但是今季一個很重要 其實很奇怪 不是太多人最近提醒 就是加息 現在在預計 美國3月的加息 加息其實以往的經驗就是 第一次加息 真的要留意 原來第一次加息 通常前後 幾個月之前 或者加完之後 美股不太行 那你想想 港股現在的勢這麼弱 美股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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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拖曼我們下來 是的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今季新一年底日 都要這樣說 有機會要再探底 甚至要計算一個底 甚至要計算一個底 我甚至在看 就是用一個 藤子倫十年 那個股值的低位區間 9.5至9.9倍 那麼 3.3 兩萬邊 兩萬零五百至兩萬一千三 如果我計算這條數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說 2020年 疫情的低位 兩萬一千三十五倍 會穿 現在都是兩萬三這麼左近 其實 如果要再下跌的話 其實可能很快會出現 不過剛才Candy在說 我們新一年要留意什麼因素 第一就是剛才提到一些加息的速度 會不會比市場越來越快 因為去年年底 其實很多通脹數據繼續反映 以美國為首的地區 通脹依然是去到40年的高位 不同 這些就是外患 剛才提到有內優 我想這些是中國人的因素 內優其實說來說去都是那幾樣 三樣 內優 第一 監管政策 很多行業受到監管的政策 措施 拖累到 最慘的是 好像 有些港版無端就是 招令值改 是呀 改來改去 還有最麻煩的是 有些港版是八百九九 都應該再說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從來沒有說過 是這麼多的了 這個就令到 很多外國的投資者 非常擔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然是最近這幾個月的問題 內房債的問題 不僅是影響內房的板塊 因為看到 是擔心 影響金融 影響消費 連鎖效應 連鎖效應 第三 其實這幾個月 我一直都有提及過 其實內地經濟 第一個復甦 也是全球第一個 開始放緩著 做事的 中央 七月十二月 降過準的 但是市場也在看 有沒有多些事情做 始終在放緩著 太開心了 內優 現在看不到這三樣 第一 第二是令人最擔心的 第三是好一點 因為市場也看到 中央正在做事 OK 應該放心 OK 不過始終也是一個風險分數 你剛才提到內優外患 內優方面 其實我們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沒錯 有機會繼續看看 究竟中央的口問 會不會逐漸地轉變 令外資有信心 因為去年其實是一個信心危機 你可否這樣說 完全對 一年之前 從來沒有想過 那個監管是嚴重到這樣 而且突然走出來 這個完全嚇到外資 當然我們也嚇到外資 外資是真的嚇到的 對於外資的問題 就是 你的市場這麼吵架 我不是只有你這個市場選 香港就說 主力看著港股和內液股市 外國投資姐 不看你這個市場 我看美股更好玩 變成 一出了這件事 就馬上資金流走 還有 就算我留在這裏 我怎樣計算 去平衡這個風險呢 我經常說 股市不怕壞消息 壞消息出來 我們會和你的股值收縮 原本下個市場 曾經我們去年 接近14倍的 那一縮到 11倍都不夠 就是這樣 其實也有條數 都可以簡略計算 就是 剛才不是說的 去年年頭最高 31,000多 最高跌了差不多兩成半 那這兩成半 其實兩個因素影響 有一半 盈利測下調 有一半 其實股值收縮 那加起來 最高跌了兩成半 嗯